美国诗诗通 我是罗文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 那我今天想讲一下抖音的事 我今天穿了一个T恤 Thou shall not try me 我觉得还是挺配合今天的主题的 就是你不要来试我 你不要来挑战我 OK 其实抖音这个东西是越来越流行 在海外也非常的风靡 当时抖音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看好 觉得只有脑残才用什么的 没什么智商 现在这个全球都有这么多 亿的用户在用这个抖音 那海外用户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那因为涉及安全问题 那现在美国政府准备进抖音 这个进抖音一直叫了很久 除了说进抖音以外 还要说进微信 抖音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担心 如果微信进的话 我估计很多华人都要急得跳脚了 那这个抖音为什么要进 我想大家也很明白 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所谓的审查 这个审查呢 其实是他们有两个审查 第一个就是他们在美国 他们有这个审查部门在审查 那同时呢在中国 在天津 他们也有一个庞大的这个审查的部门 就是雇佣了中国人去审查美国人 那这就严重的妨碍了美国人宪法第一 秀赞案的权利哈 美国的言论自由就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哈 那之前也爆出过各种的事件 有一个女孩做美妆的 突然她说着说着突然说了新疆集中营的话 结果就被抖音封禁了 然后当然后来她就不服嘛 她就说你凭什么禁我 然后这个抖音就说哎呀不是我们禁的是这个程序有问题什么的 你发现没有这个就是所有科技公司的这个套路 这个除了抖音以外 其实像美国的社交公司 比方说推特或者是Facebook或者是YouTube也是一样 YouTube不是前段时间也涉及到很多就是大家投诉她黄标 然后说她这个有问题 尤其是对香港的这些知识民主的这个言论 或者是视频进行审查的这些问题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讨论会 他们就有一个争辩的理由就是Robert 似乎Robert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做了 就是机器人干的跟我们没关系 当然抖音当时就撤销了对这个女孩的这个禁止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Robert的问题 如果是Robert的其实我之前解释过 你完全是可以更改的嘛 你可以加一个复合程序 这是第一 第二其实她这些敏感词你都可以看得到 比方说你在YouTube做这些有关美国的这个暴乱 或者是有关新冠的药物或者什么的时候 她很容易就给你一个黄标 她给你黄标没有任何理由的 然后你说你去申请审查 她可以审查你 她有时候一天审查过 有时候她给你省几天 等你省几天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视频的这个大部分的观看就已经过了 实际上你就根本就赚不到钱了 即使她在两三天以后或者更长的时间 她是审查通过你了 那你其实根本赚不到钱了 因为这个观众都已经看完了 所以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实际上就逼迫你不得不就范 就是你要想挣钱的话 那你就得听她的 就是这个招数 那当然我前几天讲的这个Facebook推特和油管集体打压 一线医生的事就引起了美国人的特别大的愤怒 也就在这 就是你公然的无视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可能说的不对 就算是这个Chang Lee奎林 就算你觉得他这个要没用 或者是就是安慰剂 他们这些医生说的不对 那我觉得他们也有机会说出他们的看法 是不是 我觉得你如果都压制或者把他的言论取消了 实际上你就直接打压了这个言论自由 他说的不对 那说的不对的人多了 那你都把他禁音吗 如果你都把他禁声的话 这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这个跟这些微信也好 或者是抖音也好 打压异己分子 或者是打压这个不同的声音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当然我觉得在美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但是美国的问题呢 就是他是两党之争的问题 或者是说自由派和极端左派和这个保守派之争 那在抖音和微信来讲 他就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西方体制之争 所以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上 他们就是非常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他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都打压了你的言论自由 如果在海外进这个TikTok 这所谓的海外抖音版的话 他可能还不会对海外的华人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他最多是一个娱乐的东西 不要也罢 其实在很多人知道他定期读取你的这个简贴簿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紧听 你基本上就应该把这个软件给自动的关掉了 因为很多人他是很偷懒的嘛 他这个手机相当于他的一个笔记本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社交账号 或者是银行的账号 或者任何一个他觉得重要的 Email的账号啊 网上的账号的密码都放在这个简贴簿上 因为用起来很方便嘛 手机支付的时候可以随时取用 除了这个刷脸以外 如果他不定期的读取你的这个简贴簿 相当于他把你的密码个人资料全部都拿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你的这个财务安全威胁非常的大 所以这不仅仅是这个控制你的言论自由的问题 很可能他会盗取你的财务的资料 或者是甚至提取了你的现金 或者是使用了你的信用卡 你都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非常糟糕的一点 这就是严重的侵权了 我觉得他这样的早期的设置 完全是出于这个控制人的思想 或者想控制人的状态的这种目的而出发的 你可以想见他要简贴簿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考虑到很多人是会把财务的信息 或者是密码放在这个简贴簿上的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多人会做的事 他可能初期都想知道 你们这个简贴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更多的控制你们的想法 或者控制你们的思想 结果发现原来还这样的好处 所以其实很可能他设计初衷并不是这样 但是他额外的得到了很多大量的密码 就是严重的侵犯了用户的隐私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是 比西方的这些所有的社交软件都更加的糟糕的 因为这些软件 包括西方的这些手机也好 这些程序软件或者APP也好 他们都不会读取你剪贴簿上的东西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引起非常大的投诉的 就是他们把这个美国人的资料也定期发送回给总部 那他总部因为设在中国嘛 所以这个也让很多美国人感到不安 因为大部分用TikTok的都是小孩子 是美国人的未来嘛 如果他们的资料 或者是任何一个相关的资料都给他们收集去了 实际上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他要是禁的话 其实我觉得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所以抖音也就是这个字节跳动 他的母公司也提出来说 那我可以首先是把它拆分 就是美国的业务和中国分开 微软花500个亿美金把它买下来 和另外一个科技公司一起来操作 他们连名字都想好了叫Teams 那如果是这样不行的话 那他就又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把海外的总部射到伦敦去 相当于就是说西方跟中国就完全割裂了 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说 他这样的分割根本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这是做做样子的 当然最近昨天的消息就是 在伦敦社总部的这个建议 他也被否决了 因为伦敦现在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科技的安全性也起了质疑 他们这个很坚决的反对了华为的5G的应用 那抖音看着这个势头不妙 就也撤销了他们在伦敦社总部的计划 微软收购TikTok是一直在成销上上 然后川普总统在前几天就说我们不同意 不过在昨天我刚做这个新闻还没做完的时候 那川普又说准备给45天给他们完成这个收购 如果完成的话那也算是皆得欢喜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TikTok真的就是面临着背禁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你要禁的话 到底是怎么个一个禁法呢 其实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 就是说要禁止美国的这个所谓我们叫官员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公务员在这个政府的手机上使用抖音 因为如果你使用的话因为很危险嘛 你的资料啊还有工作的资料 还有政府的这个安全就得不到任何的保护了 这是最紧急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需求 然后当然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孩子 就是美国的人的未来 他们的这个孩子的资料如果都被放在一个大家认为是极权的政府的手中的话 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 那之前这个TikTok说要拆分的时候 还说我可以留一些股份 然后大部分部分都给微软什么的被拒 然后他说那我抛开所有的股份 全部都独立出去完全拆分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你禁的话 到底是怎么个禁法 其实他禁的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说说的产品下架 就是像你这个苹果手机啊或者安卓手机啊 在禁令之后你在这个货架上 你是看不到没有办法下载TikTok 没有办法下载抖音这个APP了 但是你之前有下载的这个抖音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不会收到这个让你更新的提示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快的一个行为 它就是说只能第一限制你的新客户 第二你的老客户的话 你用到一定的时候 可能你如果没有update的话 你可能就不能用了 这是一种方式 其实这种方式就是中国对待Skype一个行为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如果进了微信的话 我不是还可以Skype吗 我还可以FaceTime 其实在中国你的iPhone手机的这个FaceTime和这个Skype早就被禁掉了 只是我们在国外不知道而已 我是因为最近做了一些research 我才发现哎呀这个不能用了 当然如果你之前已经有的这个Skype 或者是你用非苹果手机 仍然可以在国内下载这个Skype 仍然可以跟海外的这些人通话 所以如果真的是微信也禁了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Skype你可以实现你的视频通话 你也可以实现你的短信和这个语音通话 所以如果微信被禁掉的话 你就用不是iPhone的手机 或者是你在香港或者海外买的这个iPhone手机 可以下载Skype的App 然后申请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你在国内你用的是在国内买的苹果手机的话 那你就必须去买一个安卓系统的手机 去下载Skype然后来使用 当然FaceTime就是已经被禁了 因为他也不想让FaceTime争夺这块肥肉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下架 那下架呢就是影响到的是新客户 还有目前的客户的磁缓和最终他可能会放弃使用 这是第一种状况 如果下架他做的更厉害一点呢 就是说如果下架了以后呢 就是你现有的这些已经装了这个TikTok的这些用户呢 那其实苹果也好 安卓也好 他完全可以用远程的这个软件操作来使你的TikTok上市功能 所以就可以真的是完全禁用你 所以这就看政府的这个力度和他要禁用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这可能也要跟苹果啊 或者安卓系统的这些手机的供应商去商量的一个事 第二个方式就是禁风他的服务器 禁风他的服务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服务器上的这个内容就不可用了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连视频都看不到了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完全的硬关机 这个硬关机其实印度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那美国政府他是可以禁止各地的互联网上网服务公司来禁止这个他的服务器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这种方法就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措施 那这样的话其实那很多用户现在在反映 就是说印度用这样的方法的话 他们连用VPN去上这个抖音都不可以实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赶尽杀绝的一个路数 所以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其实还有一种操作就是所谓的政府干预 因为当时抖音在收购Musical League的时候 因为他收购了这个公司 然后就把他的资料合并到这个抖音来 最后把所有Musical League上面的这个用户资料都搬到抖音上来 所以基本上就造成了这个美国用户个人资料的一个大迁徙 其实这是这个隐私泄密资源 他在这个收购合并案的时候 他并没有申请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对于这个涉及国家安全的这个项目的话 外资投资委员会是有权利去审核的 他这个交易是2018年的 所以2019年就是第二年的时候 这个外资投资委员会就开始启动对字节跳动的一个调查 如果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最终决定终止他的这个收购的话 那就意味着说 那他就可以命令这个字节跳动停止在美国的业务 所以这就是第三种方法 就是动用政府的干预的力量 所以呢 总结话就是 Thou should not try me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传播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